一流指数 这个魔幻的指数比2016年的美国大选还要早诞生十年 马斌说者将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 我是马斌 早在2016年 在希拉里女士还在民调里面有72%的胜选率的时候 大洋彼岸的一座小城却早早倒出了天津 美国将属于川宝 这当然不是什么来自东方神秘力量操作的美国大选 而是在这座小城有比民调还靠谱的东西 毕竟嘴巴会骗人 但身体很诚实的民众在民调社会心口不一 但买到一元产品的时候却很诚实 毕竟真心白银和动动嘴巴之间的差别 同渡地球村没有人不懂 还靠谱东西叫什么一流指数 这个魔幻的指数比2016年的美国大选还要早诞生十年 主要就是为了及时的了解和掌握中国在这世界小商品 贸易动态 但义乌的小商贩们并不关心美国大选这种别人家的事 他们关心只是印着谁的应援产品它更好卖 来到义乌才能感受到什么叫世界义乌 当然了义乌指数不谋幻 可真正魔幻的恐怕是义乌这个地方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了一块卖牙堂 几乎全义乌的小孩都会尽心帮着货郎搜集什么鸡毛 牙膏皮 灌到瓶子这些看上去毫无忧估的东西 只等货郎们悠悠地敲响这个波浪鼓 喊一声鸡毛换堂喽 然后这些废品就会变非为宝 以让义乌从小打小到的鸡毛换堂变成了武区之大的义乌商贸城 义乌商贸城市大了 世界装不下 仅一期的义乌商贸城的建筑面积是34万平方米 四层楼高一万万上倍 而这样的楼在义乌有连续的武器 不亲自来走一趟 你绝对无法亲自领略巨大的概念 反正我一走进去看都高啊 晕晕 魔幻的不仅大且多的商铺 还在于里面的商品样式的繁杂 在这里面同一家商铺 能同时出口叙利亚官方体制 和训练反对派旗帜钥匙扣 在伊路撒冷打了几百年都没和谐的 犹太教 七都教和伊斯兰教 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和平 几年前啊 一部圣诞快乐的义乌 让数十亿人惊奇的发现 他们之所以能够开心的度过圣诞节 全靠这座本地人口不足八十万的中国小县城 就这么说吧 如果你逛遍了这个义乌啊 那就看完了一部人类生活百科全书 你可能逃得开Made in China 但恐怕真的逃不开义乌宇宙 在这个代物教迷幻之城啊 不仅有中国各地的小商贩 世界各地的客商更是云机于此 在义乌啊 你能轻松找到什么印度餐厅啊 阿拉伯超市啊 土耳其里发电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一厢人来到义乌 把这价格低廉的商品出口回自己的家乡 又在这里发展出自己的义乌圈子 去年网飞聚集 游鱼游戏大火啊 在全网还在追剧讨论的时候 义乌的商人早已经在上映前就盖探了商机 9月17号聚集一上线 义乌一位商人在八天之后 就在制作游鱼游戏中的面具了 而当他交货的时候发现 义乌早有上百家企业 在做游鱼游戏的生意了 义乌早已经从久远的鸡毛换堂 到看需求生产 到如今的从热点中找需求 创造爆款 而在这里做生意啊 也早已不在守着自己的一间店铺做生意了 义乌小商品也不是局限在那五栋的 什么义乌商贸城之中了 在义乌的北下珠村 堪称是生活版魔幻现实主义的地方 这里就是中国网红直播第一小镇 在这里的路上 你能看到三轮车和跑车并排跑 如果说杭州是中国网红宇宙中心 那么这里就是网红宇宙的牛家村 五千多名带货主播和两万多名相关从业人员 选择这里作为创业起点 这里没有什么头部网红 有的只是无数这普通求生的中国人 借助直播带货和短视频 通过努力在一个夸张的段子背后 在这里寻找命运翻盘的机会 今天来我直播间9块9发20天 好的各位 如果你要喜欢我的频道和内容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和评论 咱们下期见